地球是个圆 我们是个圈 妈妈那地球不就是我最爱吃的甜甜圈吗 对 地球就是甜甜圈 好奇就像美拉拉 为什么冬天这么冷啊 美拉拉 你先猜一猜吧 要不你带我去沙漠吧 甜甜圈和美拉拉的一百个对话 是妈妈为小宝打开的美妙世界 妈妈 去沙漠就要美拉拉 美拉拉 我们先想想要去哪个沙漠吧 当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 那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是哪一个吗 不知道 大沙漠北 啊 你在玩脑筋急转弯吗 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是非洲的撒哈拉沙漠 它几乎占满了非洲北部的全部 种面积啊 能容得下整个美国的国土 撒哈拉 妈妈 为什么不去美拉拉就要撒哈拉了 撒哈拉呀 是阿拉伯语的英语 在阿拉伯语中 撒哈拉就是大沙漠的意思 撒哈拉沙漠大约在250万年前形成 气候条件非常非常的恶劣 我知道沙漠很热很干燥 对 沙漠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炎热而干燥 沙漠里没有充足的水 可以供菜园子或者是农作物生长 除了欧洲之外 每个大陆上都有沙漠 打沙漠把很多沙漠 雨可以带来雨水的海洋空气隔开了 有时候沙漠地基几年也不下雨 即使下一点小雨 也因为太热了 雨水墙上还没有到达地面 就蒸发掉了 沙漠是地球上最不适合生物生存的地方之一 到处都是灰褐色或者黄色的热浪 在岩石 沙里或者沙地上滚动 妈妈 这么出来 沙漠里肯定没有植物的 对 沙漠里植被非常非常的稀少 只有高地 绿地 洼地和干河床四周 才可能散发着稀稀拉拉的青草和树 也没有动物吧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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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沙漠里有动物 沙漠沙漠里有沙鼠 跳鼠 野兔 刺猬 仅仅鸟类就有三百多种 比如鸵鸟 云雀鸟 在沙漠沙漠的湖池中 还生活着蛙和蚕蜀 而蜥蜴 食龙子类的动物 还有眼镜蛇 会沖没在岩石和沙坑之中 动物里在沙漠里有东西吃吗 必须有 生活在沙漠中的蜗牛 是鸟类和动物们的最重要的食物来源 沙漠蜗牛通过下眠之后存活下来 降雨唤醒它们之前 它们会几年都保持着不动 是不是很奇特呀 是 妈妈 我要养着蜗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